只见两人走后 陈团马上换了个模样 然后坐在了石桌旁擦了把汗 自言自语的说道 终于走了 就在这时 竹林中钻出了一个人 正是那又矮又挫 又有暴露屁的刘灵 只见刘灵呢 背着葫芦 手里拿着两小瓶酒走了过来 笑着对陈团说 你这老家伙 你说要他俩走 为啥还费这么大的周折呀 直接打发了不就好了吗 陈团笑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最受不了什么 正正经经的道别了 太伤感 刘灵呢坐在桌旁 然后递了一瓶给陈团 说道 这俩小伙子挺好的 就是嫩嫩性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缺恋呢 陈团呢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嗯 那张世飞跟以前的我挺像啊 该教的我都教了 剩下的在这里 还是在人间都是一样 就看他们自己了 我有预感呢 既然烟已经种下了 那他们今后多半也不会轻松 刘灵喝了一口酒 然后说道 你说烟已经种下了 陈团也举起了酒瓶 凑到嘴边说道 嗯 而且是我亲手所种 说到这里 他便将瓶中酒一而进 然后叹道 看来呀 我们还是无法逃出命运的掌控之中 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么 最终都无法逃脱呀 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可能真的只能静观其变了吧 刘灵是哈哈大笑 你老了 我可没老 是吗 哎 我怎么有点上头了呢 陈团说到了这里 便趴在了石桌之上 只见到刘灵笑道 你说你这次 可真落我手里了吧 用我帮忙 我不收点利息怎么行啊 我倒是真想看看 西仪先生和我乱神迷 会是啥模样 陈团心中是无比郁闷 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 刚才是假罪 现在倒是真罪了 想到了这里 他便苦笑了一下 也没理刘灵 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而刘灵呢 哈哈大笑的 往竹林的方向走去 只见这矮汉子 边走边倡导 怅然坐立 盈州头 望断世俗 滚滚流 锦绣仙境无限好 否没看透 不如一次醉个够啊 他嗓门很大 歌声是越传越远 使得整个盈州仙境 有了难得的生气 陈团再次的陷入了睡梦之中 老家伙梦中露出了一丝苦笑 也许他自己也觉得 如果真的糊涂了 那也是不错的选择 起码没有忧愁 而我们的孔雀和大雄 此时正处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不知道 迎接他们的并非是什么安逸的生活 相反的 这场命运的悲喜剧 此时才揭开了序幕 第二件 第三十五章 两个活死人 炎热的夏天 即使快要破晓 依旧炎热 刮的风都是热的 吹的人是无比的郁闷 天空上挂着月亮 看不到星星 范青夜空被路灯照得昏黄 就像是过期许久的报纸 上面讲述的全都是他妈的老掉牙的故事 北京时间清晨四点十分 距北京1288公里以外 哈尔滨 这哈尔滨是一座老城啊 老的像是一名企业贵妇一般 天蒙蒙亮 这个时间段的城市还没有完全醒来 街上只能看见一些起早送报纸 或者早大街的工作者 或者是通宵上网 而满眼写思的青少年 卖早点的也出摊了 这是一对上了岁数的夫妻 起早挺不容易的 为了生活嘛 抢了早事上一个好地方 油条和杂膏刚恰成形 还没有来得及扔进锅里 一名青年男子快步的走过 似乎正赶路的样子 他穿着敞着环的白衬衣 黑裤黑鞋 有些凌乱的分头 手里还抓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 以及一个小手包 刚路过小吃摊啊 他又折了回来 似乎有些犹豫的样子 想了大概有十秒钟 只见他的嘴里低声自言自语的骂了一句 确实大意的 先吃饱了再说 随后他把那中山和小手包呢 往那个挺脏的桌子上一丢 然后问那个正在衬油条的男子 师傅 给我来两根大果子 一碗豆腐脑 好嘞 那男子应了一声 一旁帮忙的那妇女呢 便拿了筷子盒放在桌子上 他竟这年轻人挺有意思 大夏天还穿一身黑 于是便对他搭话了 参加葬礼啊 这是 中美女人就是这么彪悍的 那年轻人笑了一下 还没说话呢 那炸油条的汉子便骂上了 哪路有你 赶紧干活去 说完后 他便对那年轻人笑着说道 别往心里去啊 老娘们多嘴 那年轻人笑了一下 然后说道 没事 现在大果子多少钱一根了 那汉子笑了一下 一块 这两根你就给两块得了 那年轻人显然也很爱搭话呀 只见他叫道 嘿 又涨价了 那汉子随口应道 可不是吗 他妈的 迷也涨价 灭也涨价 就他妈工资 不涨价 你说我儿子啊 今年毕业了都 学平面设计的 这刚出校门 傻眼了 豆腐脑 是现做好的 那妇女从一个桶里咬出了一水咬子 还倒是挺实惠 装在大碗中 加了些卤子 又撒上了些香菜 放到那青年人面前 那青年人呢 也没那么多的讲究 本来嘛 都是普通人 于是他端起来就是一大口 一股清香下肚啊 让这个熬夜赶路的年轻人 觉得胃力特踏实 那年轻人笑着说 这平面应该挺挣钱的 不少装修公司都要呢 这时候呢 油条炸好了 那男的便用一双长筷子夹了出来 拿了个碗 放在了那年轻人面前了 将油条放在里面后说道 是啊 这孩子上大学之前呢 我们都这么想 可是哪成想这臭小子混了四年 毕业后狗屁都不得 妈的 又花钱上的补习班 心想着出来去面试吧 哎 你说邪门了啊 现在这些公司都个人的 没人看文凭 哎呀 看我家小子刚毕业 只能算实习 一个月就给三百 你说气人不 那年轻人边听的男人说话 边拿了根一次性筷子掰开了 边打磨着 边笑着说 不少了 我毕业那阵啊 人家才给一百五 那摊主一听年轻人这么一说 便来了兴致了 他见这小伙穿的挺靠谱的 于是就说道 你也是干这行的 那年轻人夹起了油条 然后张嘴咬了一口 嗯 挺脆 他边嚼着便笑着说道 之前干 后来改行了 这年轻人的笑容呢 看上去有些别扭 这一半脸笑 一半脸不笑 就跟抽筋了似的 饭后呢 年轻人付过了前后 用自己白袖子 胡乱的擦了下嘴 然后自言自语的说 哎呀 反正穿在里面看不见 说完这话 他便从桌子上 拿起了那件黑色中山装 往自己后背上一搭后 沿着人行横道 小心的就过了街去了 这时有些买菜的老头老太太 也出门了 早事 顿时就变得热闹起来 清晨四点三十分 那青年出现在了市区中 某家医院的门前 只见他并没有马上走进医院 而是先在旁边的小树后面 先整理好了衣服 把衬衫呢 弄得整整齐齐 又穿上了那件中山装 一切弄得妥当了以后 他从小手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 看了看自己的发型没乱后 便笑了一下 又是半边脸笑 半边脸不笑 收拾妥当 他便拿出了一个已经磨的掉漆的手机 然后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通了 他的声音和刚才吃早点时完全不同啊 语气显得严肃而高深 没一会儿 只见那医院里跑出了两三个男的 都是二十岁左右 见这个年轻人后呢 便跑了过来 其中一男子对那年轻人说道 崔先生是吧 我们老板就等你了 快请 快请 那崔先生点了点头 然后这才向他医院中走去 闻着走廊中来酥的味道 他不住的皱了些鼻子 不一会儿呢 他被领到了一间病房外 在走廊中站了四五个人 他们有的人看到这崔先生的样子后 有些惊讶 实在不明白 他竟然是干这个的 崔先生呢 也没在意 他是干哪个的 他心里最清楚啊 等崔先生走进了那病房后 走廊中那些年轻人便开始低声的交头接儿起来 其中一个说 你说 咱老板是不是让人给骗了 这孙子怎么看也不像干这个的呀 这是另一个说话了 一看你就才来两天不知道吧 这小崔可是帮了咱们老板不少忙啊 那人听后呢 依旧有些不解 可是看他岁数跟咱们也差不多呀 就这么大 他本身 那本身能救老板他儿子啊 那和他解释的人便又说道 小点声 你不知道 这小子命好 你家是本地的吧 以前福泽堂文先生听说过没 那就是他师父 听这人一说呀 那些人便一脸的誓然 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 那崔先生进了重症看护室后 便看见了两男两女四位中年人 还有两个躺在床上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站着的四人呢 这村先生都认识 都是他的老主公了 于是他便换上了笑脸 然后向他们点头打招呼 张说 李说 张阿姨 李阿姨 那四个中年人见着年轻的崔先生来了 忙过来 只见那个被称作张先生的人笑道 小崔啊 你终于来了 赶快看看我家孩子 这是咋了 那崔先生的顶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 便看了一下床上的两人 只见床上躺着两个人 一胖一瘦 正是我们的张世飞和李兰英 他俩表情平常 仪器上显示两人呼吸均匀 全身都没有任何异样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不过呢 这崔先生 却看出了端倪啊 只见他脸色一变 便知道这次自己遇到的不是什么靠糊弄人就能摆平的事情了 于是他转身正色的 对那两对夫妻说道 两位叔叔 这是怎么回事 能先告诉我吗 那两对夫妇便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这崔先生说道 我们先出去再说吧 说吧 我人出了病房 在院的走廊里 他们坐在了小椅子上 然后那个姓张的中年人便对这崔先生说道 小崔啊 你说我这俩孩子吧 一天天没正事 天天泡酒吧 这可咋整啊 那崔先生尴尬的笑了笑 他知道 这张鼠是吓得如伦四 这时呢 那张阿姨却哭着说道 你说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还不是你惯出来的 昨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又见那个小狐狸精去了吧 我跟你说啊 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跟你 听听听 那崔先生连忙摆手啊 不是 你先把你们儿子的事告诉我吧 两人知道失态了 于是便点了点头 对着那崔先生说道 这俩小子 也不知道是抽什么粉 晚上喝多了不回家 跑到老远的街上尿尿 被高压垫垫了 啥 啥 尿尿 被高压垫给打了 这崔先生满脸的不相信呢 满脑的问号 这他大爷的 哪跟哪儿啊 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 这是那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李叔又开口了 这李叔呢 是个胖子 帮大腰圆的 哎呀 似乎得两百多斤呢 只见他 焦急的说 是啊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啊 还好有人发现了 把孩子送到医院呢 可是医院都整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啊 所以我们就叫你来了 医院是说他俩一切正常只是昏迷了吧 那崔先生问他 那两对夫妻听这崔先生一说 立马应和他 是啊 你说被高压垫打了身上竟然一点伤都没有 而且怎么叫都叫不行 哎呀 小崔啊 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那崔先生低着头仔细的想了一会儿 然后便对着这两对夫妇说道 我得再看看 哎 能让我和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吗 请各位回避一下 不要打扰我 这两对夫妇呢 顿时答应了 于是呢 崔先生便又十分深沉的起身 然后走到了房间中 关上了门 这门一关上 这崔先生顿时又恢复了早上吃油条时的状态 只见他呲牙咧嘴的小声骂道 他打压的 转然还是很热呀 说吧 他便把那外面的人母梗让的衣服 给脱了 然后又解开了两个领子扣 这才又看了看在床上躺着的两个人 嘴里念叨着 这俩公子哥 大晚上的不回家给人找麻烦 现在社会这么乱 钱丢了好找 活丢了 变成了活死人 可就难办了 显然 这崔先生并不是什么靠嘴吃饭之流 起码呢 他能看出这俩人的魂魄 并不在自己身上 正当他琢磨着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他只觉得自己的右手一振 然后他心中 就咯当一声 似乎发觉到了什么 想到了这里 他马上往那窗户外看去 只见医院窗外那高高的大树枝上 发出了 哗啦哗啦的响声 一条大概四尺长的黄鼠狼 正立在了那树梢之上 正瞪着眼睛 望着这扇窗户 那树 拎着院墙 街上行走的人很多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这种感觉 真的是太怪异了 可是黄鼠狼 他 怎么会上树呢 这崔先生顿时是大吃一惊 只见他慌忙推开了房门 走得出去 就连那中山装都没有来得及穿上 他出去之后 也没等的等在外面的两对夫妇说话 便已经先开口了 我现在有点急事 就是为了你们儿子的事情 应该很快就回来 你们先别紧张 应该有救 他说着 便往楼下跑去 路过的护士看见他跑 难免要骂两声真没素质 但是这崔先生 都没有听在耳朵里 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跑什么 而那窗外树上的黄鼠狼 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 这 要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十六章 福泽唐 张士飞与李兰英这两个猥琐男 跳进石桌上画的门里 说来也挺奇怪的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滑滑梯似的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身子 在不停的下坠 下坠 也不知道划了多久 在下边的张士飞忽然望见 下方的远处出现了一个门形的光亮 正当他纳闷那什么的时候 两人便掉下去了 噗通一声 两人的屁股以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是水泥地啊 于是两人也没工夫去管什么屁股了 昏黄的路灯光亮扑在他俩身上 他俩往私下看去 破旧的道路 道路两边种植的小树是歪歪扭扭啊 天空上看不到星星 只有一轮月亮 有其无力的挂在了天空 没错啊 二边 我们终于回来了 张士飞和李莱英激动的对视着 这正是他俩触电的那根电线杆的下面 只不过此时再看的电线 俨然是完好无损的 似乎早已经接好的样子 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只见李莱英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道 老子终于回来了 终于不用再吃那恶心的竹笋了 这辈子都不吃 小辈子也不吃 张士飞望着李胖子叹了口气 看来这孩子还真就留下阴影了 就和自己似的 此时此刻他回到了人间 但是心中却又想起了那话中之人 也不知道他现在轮回何方 算了 不想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他心中这般莫名的悲伤之情 马上就被回家的喜悦给冲淡了 于是呢 他便对着胖子笑着说道 行了 别感慨了 跟个疯子似的 看起来现在是半夜 咱们还是快点找自己的身体去吧 是的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看起来依旧是夏天 死热死热的 幸好俩人还是之前的答案 一点都没变 两人之前从那老年痴呆的陈团口中 套出了找回自己肉身的方法 原来呀 这个人生在世 无异于 魂套肉骨 简单的来说呢 这就跟开车差不多 这车呢便是肉身 魂呢便是人 破呢便是钥匙 只有人拿了钥匙钻到车中 方能开走这车 车有年限呢 年限一过便要报废 人也如此 唯有魂灵方是永生 人死亡 而魂魄离体 经阴士达地府 带到他日轮回 寻得新的肉身 便又是一生的开始啊 再说简单一些吧 两人此时只是魂魄 与瘦身融合 但是与那以前肉身的 依旧有着一定的联系 就好像是车钥匙一样 这边一按 那边就响 两人对视着点了点头 然后闭上了眼睛 仔细搜寻着自己的方位 果然还是有感应的 两人都感觉到了 自己身体的方向 于是他俩便睁开了眼睛 然后互相点了点头 然后便沿着街 向他方向走去 天很热啊 走了一段后 李莱英便已经一身臭汗了 一边走着 他一边有些抱怨的说 我说老张啊 你说咱俩这腰位当的够背的啊 除了能变成人以外 连个钱都变不出来 你说哪有像咱俩这样的呀 张士飞的身上 也流了不少汗呢 他那白色的涂鸦T恤的后背 都被害水浸湿了 他笑了一样 也没回答 不过心里却想的和李莱英一样 现在的他俩 好像真的只有 变成人这一招了 再有就是亮出本相了 一鸟一雄 除此之外 啥都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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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